祖國一直牽掛著香港、澳門的繁榮穩定 為什麼蘋果日報沒辦法繼續伸傳 你不知道為什麼我自己造了什麼錯的事情 我作為總編輯其實我都沒有辦法拿捏 這個故事、這個報道 我覺得這句話會不會寫得出來 觸犯了一個新改變的環境 我是2003年開始當季節 所以應該是18年吧 對,好老啊 其實我們沒有想過當季節會當成是怎樣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就是在2018年的時候 進了蘋果很幸運 就是我可以見證香港這個最波動 最在歷史裡面最重要的這兩年 《蘋果日報》我是在18年年底的時候 才進去《蘋果日報》的 之前是在一週刊 所以是在同一個集團 因為我最主要的工作 並不太敏感 但同時 《蘋果日報》是一部分 《蘋果日報》的組織 所以我需要幫助 《蘋果日報》的組織 就是工作的本身就是記錄這個社會 然後就當月事的圓 所以就不愧後愧了 就一直六年來做的東西都是為了這樣的目的去做的 其實《蘋果日報》不是一直得到大家的獎金 曾經他也是蠻正義 但是不可以否定的事情是 他對香港的報紙全媒的改變 起了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而且在旅程特別真的是有比較自由的氣氛 這個是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很敢於去批評一些政府也好 或是有錢人也好 儘管對方可能會做一些報復性的東西 他也會繼續寫、繼續報導 《蘋果日報》出現了 你不可以真的不理它 它真的是一個很實在的法律、深信的法律 之後我就有做一些報道 然後就有一些收訪者給我 就那個照片是有那個旗的 當時我收到那個版的時候 就想一想 好像有點不太好耶 如果那個人最後被人找到他的興奮的話 他可能有很大的後果這樣 那個時候是自己有一點害怕 他們說我們的報導有一些違反國安法 但是從來就是在蘋果日報關掉以前 從來都沒有說那一個新聞 那個報導是出了問題 最危險就是這個模糊的地方 覺得自己做新聞或者是做記者這麼多年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我審查這個事情 公司就在六月中的時候 就是有第二次警察來守那個報關 我的老闆說可能要準備就是幫自己的報關做一個副文 其實最後一天那個蘋果日報的頭條 就是A1的那個報紙就是我寫的 我也把自己的名字也炸進去 你知道自己的公司 就是一家其實很好的媒體的公司 它不可以繼續下去 你就要把自己死亡的過程就是寫進去 告訴大家你是怎麼死的 我還記得就是我們在大聲地叫加油的時候 就是陳佩文就是我們現在被關的這個編輯嘛 就是站在我的旁邊也大聲地叫了幾句就是 就是撐住香港人撐住這種 所以就是現在想起來其實也很感動 今天它又在被捕了 因為一場是一個事情 對啊我這次在晚上也在有一點下雨的時候 還把那個剛剛認出來的那個蘋果日報 分發給滿口的人的其中一個人 所以其實對啊那個氣氛其實真的很複雜 而且很相信就是 一直都覺得很多的問號在裡頭 怎麼可能我們的公司本來是好好的 但是突然就沒了 對就是沒辦法告別 然後就沒有那個情緒覺得 啊這樣就完了嗎 就好像不是真實一樣 失去了那個蘋果日報季節的身份之後 我其實自己當一個好像有一點像自由生的那個季節 獨立的那個季節 在星期二的時候蘋果案在叫到那個發源頭去處理 然後那個時候上海政府加了一個新的罪名 去蘋果日報的所有的被告人 就是說他們是 是好像告訴我們需要重新理解 所謂的身份自由 其實已經進入一個不是我們過去所理解的狀況 我覺得現在可以做的就是繼續的記錄 香港的現在的情況就是好像是一個 我覺得我覺得這是歷史的一部分 最小我不想在2021年的時候就放棄那個季節的身份 但是可以在2022年找到多遠可以找多久 我真的完全沒辦法說 我真的完全沒辦法說 我馬上離開香港 我可以不教你當時 因為現在的性格 rutHeavine 刚刚就是立场的事件发生了以后 就是说那个恐惧又再回来了 然后就觉得说 好像其实自己跟香港的距离 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了 就可能说 会不会我以后都不能再回来香港了 它是一个年轻的季节 而且也是我知道一个很好 很厉害的季节 它写的东西在苹果日报里 它没有其他人可以写 我知道它真的是很好的季节 然后它没办法继续在香港那种季节 其实只要你想到那些 你很难没有情绪 但是也没办法去怎么样 然后你就知道它现在 大家还可以好好的 还可以平安 我就觉得这样 就好了 我现在也哭了 如果今天发生了事情 明天你不能够继续做 你就先放下来 或者是先做另外的事情 你只要保持你的初心 总有一天 我们也会等到这个光明 但是当然我们不知道 这个会不会现在 或者是可能是下一代 我们可能看不见 也不一定 但是就是不用硬碰吧 这种就是比我疼的感觉 对 差不多可能十年之前呢 我有一次去台北 就跑到那个 现在是叫机遥乡吗 都是建南荣的那个纪念馆 里头去看 我待在他的那个总片的房间 外面看了很久 然后就默默地流下泪来 然后我就想 我很不希望有一天 我们香港全媒会面对 同样的那个打压 其实我觉得就是台湾里面 你们曾经都经历过这 这样的事情 它不是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还未来 但是我很深信 它不会的事 总有一天 我们会见到曙光 从这些记者的处境 可以知道 香港回归50年不变的承诺 难以兑现 但即便如此 这群香港记者 依旧没有放弃希望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声音 来记录下属于他们 这个世代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全球聊天室 每天我们都会为您 搜集来自全球的焦点话题 我是Jasmine 刘晨熙 我们下次见